在这个万物起涨的年代有网友就点名了 有两样食物那就是鸡排跟车轮饼涨幅最夸张 不过我们要观察的是如果台湾的通膨率长期都是在2%左右的话 那可能是结构性的问题 原因包括绿色能源成本增加 还有ESG拉高了供应链的成本 要开门营业前腌制鸡肉 准备各式各样的食材都是必备工作 只是转头再看看进货单上的数字 老板极度有感 因为每一次的进货上头的数字都不太一样 从去年开始大概四五月的时候 那鸡肉的成本就一直居高不下 那光一片鸡肉单单食材的成本将近就要40到45块 那再加上说一些腌料 炸粉然后炸油 还有基本的人事开销 还有店都有陆续的波动 所以我们真的也是逼不得已 才做价格上面的调涨 成本涨价问题一再考验 业者到底要不要更动售价 一动就怕顾客流失 不动一开店就赔钱 近来消费者物价指数一再飙高 从2022年来到了2.95% 2023年虽然有稍稍下降 还是突破了2%警戒线 尤其以食品商品还有服务业 因为在疫情后近来生活回归正轨 休闲娱乐的需求增加 都是让指数居高不下的原因 肌肉有稍微回稳一点点 可是在年初的时候 因为基本工资的调整 那再来就是下个月店价的调涨 所以我们刚好有一点点平衡 对啊那真的在鸡排来讲 这个部分我们的利润真的是很微薄 等于就是做口碑 让客人有一个多一个选择性 聊到通膨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央行总裁就提到了 如果常年CPI的年增率 都达到了1.5%到2% 这代表着结构性的转变了 而且利率也不会像以往那么低 只是大家听到这个数字 好像没什么感觉 但如果用鸡排从60块涨到80块 这20元的价差涨幅达到30% 这就明显有感受了 尤其不少民众也提到了 除了鸡排还有红豆饼 鹅阿筝这类的 以前去到夜市准备个两三百块 就能吃到饱 现在恐怕要带小朋友出门 才走得出夜市 经济学者就指出 现在物价涨幅达到2% 已经成为新常态 缺电成本增加能源价格涨 缺工就得调整基本工资 吸引人才 房东看到商机就跟着调涨房租 还有近来提倡的ESG 都是物价堆叠的主要四大原因 紧接着四月份电价调整 势必又是一波涨价潮 物价它有一个僵固性 为什么因为像一些小吃摊贩 它要负担人士成本 还有租金 所以说即便将来 原物料价格出现很明显的跌势 但是他不太可能去把他本来贩售的这些商品 做一些降价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物价僵固性 那再加上民众看到一个特定商品的 它的价格 它不见得是跟去年同期比 它可能是跟两年前 甚至更久时间比 而通膨是一个年增率的概念 所以未来即便这个通膨 已经降到央行设定的2%以下 民众还是会觉得物价很贵 像是为了生态 为了环保议题的绿色餐厅 标榜食材全都是来自环境友善的业者 一盘看似简单的意大利面 索管是来自海洋保育 或是无毒水产的乌鱼籽 以及湿地保护养出来的蛤蜊 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价格会比较高 因为现在开始很多人认为 环境永续ESG就是要吃蔬食 蔬食的汉堡其实现在很流行 价格一直都高 所以我们的价格一直考量的不是 用一般的经济学去看 我们看的是土地的价值 当他愿意这样子对待土地的时候 其实反馈到是对我们人类的好 我们价格定价 一直都定在一个很亲民的价钱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名词 什么叫甜甜价 有些网红会讲这种叫 我说那我应该更甜吧 而且东西又好吃又便宜 所以我也想打破这个事 因为吃下肚的还是反馈到自己身体 不少民众进来也都会特别挑选 品牌有响应环保议题的 绿色餐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未来什么都只会涨的时代 当物价回不去了 业者们只能努力用心烹调 希望让大家还是能为了台湾的美食而感动 全球电动车的销售已经连续两个月下滑了超过两成 而电动车品牌需要思考的是该如何拓展新的客群 自从台湾朝着节能减碳的目标前进 电动车的发展越来越能让民众接受 今晚加州没有充电装置 渐渐的车主们也没了里程焦虑 其实是还好 因为现在充电装数量其实蛮多的 那如果是长途旅行的话 可能就是国道休息站或者是超充去充一下 20分钟半小时其实就很够用 车主说只要开过大都回不去油车 基本上都成为了电动车的拥护者 因为电动车还是有它的特性在 它加速、安静、自动驾驶 其实用起来都很习惯了 就不会想要再换回油车 换到Model Y 其实都说这个车很能装 那也方便 如果说像那种里程速开得少的车主 其实电动车对它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它不用半年或八个月 或就要回去去保养一次 因为机油会氧化 它会有所顾虑 你来看一下这是你的故障吗 保养确实比一般燃油车还要简单方便 电脑一接上车子曾经有什么问题 一目了然 因此台湾电动车的领牌数 几乎每年都在成长当中 而且这不包含插电式油电 或者是油电车 而是纯电动的电力车款 在2022年的时候是16120辆 而到2023年的时候来到25000辆 成长幅度达到53% 而且特斯拉还是每个月的冠军 但是反观全球的各大车厂 对于电动车未来的目标 似乎已经没有像以往的目标了 根据汽车市场研究公司指出 虽然全球电动车2024的1月份 销售数字年增长了69% 但比起去年12月份 还是下降了26% 探究其中原因第一个是得法补贴削减 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遇上春节 因此季节性的疲软 没有像2023的热潮 而且数字还往下修正 虽然有慢慢成长 但是速度开始放慢 比较2023跟2024 1月份每周增加了41% 中国大陆将近一倍 欧洲国家则是29% 但与12月相比 各地都是呈现下滑状态 与台湾现况几乎成相反 那因为今年会提升买气 是因为Tesla释出一个利多 就是它可以转移FSD 跟转移终身超充 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客户 他们就是说 那我要把旧的S跟旧的X卖掉 然后在原厂置换 换成新的S跟新的X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季 就我们这样算数量来讲 是没有变太多 摊开各车厂 未来对于电动车的看法 像是宾市首席执行官 2月份时就宣布放弃 2030年全面电动化的计划 丰田汽车同样也认为 油电车 氢燃料 还有燃油车 还是会占超过70%的市占率 甚至最早布局的保时捷 财务长也提到了 欧洲2035年逐步淘汰 销售燃油车计划 可能会延后 这个全球销售汽车的 强权国家欧系德国来讲 他们意识到在此时此刻 2024的状态 中国的电动车的制造能力 跟低廉的成本 是他们很大的对手 那他们优势的 还是传统的汽油引擎 无论是涡轮 钢内直喷的技术 如果在这点就放手 会很难跟大陆 有平头式的竞争 在电动车上 所以在政策上 在欧盟的欧盟七情的 这些法规上面 有限度的开放 燃油车继续生产 电车派 大家都是爱上他的安静 但是油车派的魅力 就是这个 它有各种各样的调性 做出来的车格 所以我觉得 以100多年来的汽车历史中 燃油车所给予的 不同的功能定位 是多于电动车的 内燃街的声浪 有低程又高转 依旧吸引车迷喜爱 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 机械工艺 是电动车缺少的独特性 尽管现今 电动车依旧是 各家科技技术的展现 但面对充电桩的普及率 还有气候的问题 电动车得要想出应对方式 否则销售数字反映现实 Trivet新闻 钟德荣歇伦 台北采访报导 另一个数字来看 是台湾的对外投资 今年前两个月 总金额超过46亿 当中的25亿 是集中在新南向的国家 以新加坡 越南跟泰国 为大总 仙草栋 芋圆 加上芋泥 充满台式风味的冰品 不只国人喜欢 也受到国际观光客的欢迎 集团这几年 也积极布局东南亚市场 因为其实东南亚市场 它没有明显的四季的区隔 然后所以呢 包含像是冰品 甜品跟饮料 都非常受到当地的消费群众的喜欢 然后另外再加上东南亚市场 目前的人口红利 其实是蛮有机会点的 再来就是包含 他们的年轻消费的主力 其实对于外来的品牌的接受度 非常的大 除了现有的菲律宾 泰国 新加坡 越南是他们的下一站 最有潜力的应该就是 高度经济发展的像是新加坡 然后它也是主要有很大的一个华人市场 台商在东南亚耕耘了几十年 台湾的饮食在东南亚非常的成功 也成为当地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台湾对东南亚市场越来越熟悉 光是今年前两个月 新南向投资就增加了五倍 今年前两个月 整体对外投资金额46亿4331万美元 受鸿海对新加坡投资案推升 对外投资金额比去年同期成长 百分之170.98 进一步推升 对新南向国家投资金额 达25亿5138万美元 年增百分之574.74 这几年就是去新南向国家投资 当然是电子业是最主要的产业 电子业的供应链业其实是非常多 就是包括上游的半导体 到一些电子配动元件 甚至到一些关键零组件 主机板 然后到最后的这些的后端的组装 这里面就是电子业里面 包括是笔电伺服器跟手持装置 特别是手机iPhone这几个 今年前二月核准对新南向国家投资件数59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136% 其中投资金额较大的是新加坡、越南、泰国 东南亚就是它相对于台湾 它的确还是有跟台湾互补的这些条件 包括土地、水、一些绿电 还有这个就是比较充沛的劳力 比如说以泰国而言的话 它其实是 它不只是可以运用泰国当地的劳工 它还可以引进缅甸、辽国、柬埔寨的外劳进去 其中新加坡是东协营运总部 很多台厂会先到新加坡投资 再转到越泰银 所以大量的金额会汇到新加坡去 那第二个部分是 越南仍然是台湾对新南向投资的重点 所以过去以来的话 投资金额大概都是领先各个国家 但是在2023年开始 我们看到我们对泰国的投资金额也大幅增加 泰国这两年包括它的电动车的产业 还有泰国的新政府在去年9月上来之后 它有非常多重要的一些产业跟投资的用因 也都吸引了台商前往参加 台湾对东南亚投资 2022年开始超越中国大陆 占了海外投资的40%以上 今年前2月 经济部投资审议司核准对陆投资件数50件 较去年同期减少1.96% 美中贸易战之下 然后全球供应链的调整 从中国慢慢的扩大 或者是移转到其他的地方 东南亚从2017年 18年开始就是最大的受惠国 所谓的半导体的供应链 也开始在东南亚发展 那作为跟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发展 区隔的一个方向 那这都是台商这几年在东南亚 大幅投资增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除了美中贸易战 供应链移转 台商对东西投资增加的原因 包括自由贸易协定下的优惠待遇 东南亚崛起 逐渐驱动全球经济成长动能 TVB新闻成员响 王浩宇台北裁缝报导 也有很多都能在推升黄金的价格 金价已经来到平均每盎司 2350美元这个水位了 不过专家提醒市场有过热的状态 还是要小心回挡风险 到了晚上买气依然不减 这是美国南加州的亿美元商店 所有商品都是同板价 但传出即将收摊 在全美有371家分店的亿美元商店 因为疫情期间亏损过重 一关就要全部关 这让有兴趣的买家打算出手接下 还是有客群 就是因为物价人高 消费缩手 民众避险情绪也浓厚 就连美国的好市多 都开卖黄金金条 而且是秒杀热销 全民疯抢 现在好市多一个月 可以卖出2亿美元的金条 就知道这一波淘金热 热度很高 以国际金价4月10号 每盎司2371美元的价格来算 还一年前1989.1美元相比 涨幅达到16% 最主要就是因为供应不变 需求却抑制上来 目前全球黄金需求主要分成四大块 珠宝就占了一半 再来是投资25% 央行购买的15% 工业需求10% 现在是全球央行和珠宝投资需求都飙升 像是在中国大陆 今年是逢龙年 从春节开始的采购需求就居高不下 自用送礼讨吉利 全都成了买金式的理由 而且消费形态也有改变 就是所谓的打金 自己买了金条 拿去找师傅打喜欢的样式 沉浸式消费 让很多年轻人一窝蜂的更流行 我能看到它从一开始融金到后面的制作 看到它一步一步成型 感官会更强烈一点 更直观一点 做的其实就是一个速圈的一个手镯 按照15每克 共材300块钱 能克制加工费又比大品牌便宜 这让传统的打金行是一系翻身 现在大家都很懂的 银行买金条 你过来打 你等于说你一个手镯30克 你只要出300块钱 对吧 品牌都便宜了很多呀 除了打金盛行 网络直播也推升了黄金买器 每一场直播下来的单数的话 根据统计 大陆第一季的珠宝销售就高达4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3% 除此之外 就是大陆股市房市都惨催出的避险资金潮 金价暴涨 你买黄金了吗 不卖你说 我年前呢买了30克黄金 当时一克是550多块钱 现在呢涨到了720多 家人们现在呢 我真的是非常开心 只是当金价金金涨 还能上车吗 目前在对美国联准会的降息 预期心理下 黄金还是可能成为市场操作美元避险的标的 国外的投资机构 DWS更将金价的全年目标价 上调至每盎司2400美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台湾要念私立中学 是不是越来越困难呢 特别是今年很多私立中学的报考人数一系暴增 尤其是在去年年底 新北国中生的歌喉命案之后 家长认为私校有筛选机制 校园环境更安全 从上门口到教室走廊 几乎都塞满人潮 这是严评国中部的入学考试 报名人数大爆满 考场不够 还跟临近学校借场地 一到升学季 家长就像热锅上蚂蚁很焦虑 除了高中入学考试外 现在连升国中也要挤破头 根据数据 全台私立中学就读人数 从110学年度的8.4万人 到111学年度8.2万 112学年度则是7.9万 少子化学生数减少 但要挤进老牌私立国中却不容易 像是严评今年国一新生 招生预收11班 一共495名 不过报考人数就达到3832人 录取率只有一成多 以国文英文数学 真是入学考试竞争激烈 他们尽量就会看 第一个你小朋友平常的表现 在学的成绩 他们还是以 说实话 某些东西就是我讲的 还是会以成绩为主 私校的氛围非常强 因为他们其实就比较信任私校 因为单纯 单纯 所以有些父母连载员都送 这些家长真的是不是有担心 家长就反映说确实 因为他觉得私中比较安全 因为公立的部分 他连现在学务主任校安人员 现在能力都不足 另外北市私立东山国中 今年有2000多人报名 强500多个名额 录取率两成多 还有私立维格中学 同样报名人数增加 选择往私校选择的 主要的原因很复杂 当然还包括了 其中包括了 目前校园安全的管理这部分 让家长担忧 校园安全 第二个就是说 公校有很多的限制 教学正常化让有些家长 重视升学家长 他们会比较往私校跑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教师的辅导与管教办法 不断的松把 让老师呢 比较更没有很多的能量 去管理辅导管教学生 不过要进私立中学 不止荷包要够 小孩成绩也得维持一定水准 要看在校成绩 学习历程等等 都是参考标准 但就是这样才吸引大批家长 想把学生送进私中 如果我要在外面去补习的话 我附加的费用 我可能补全科 像国中来讲补全科 他一个月要一万二 那您觉得一万二再加上去 会比私立学校还要贵吗 接下来我还要担心 他四点下课之后 他怎么去补习班 他补习班的同学 又跟谁在一起 所以会让我有点后悔 就是说 那当初我女儿 是不是也送去私中 黄小姐的女儿 念的是公立学校 不过也后悔 没让小孩读私立 因为以现在的补习费来算 其实已经追上 私立学校的学费 而且更担心的是 未来升学考试 他们现在国中进去之后 会有考试嘛 会每周周考 会有校牌 有班牌 这公立学校没有的 因为公立学校 不能公布孩子的排名状况 那私立学校 不仅可以公布你的班牌 校牌 甚至连周牌都有 我听到我严平的家长说 常常老师会来一个 立马就来一个平常考试 接下来班向全部的成绩 在班群就公布 其实私立中学报考人数提升 不仅仅是龙年学生数多 更多的是校园安全问题 让学生家长不放心 再加上私中的学校管理 更严谨 寒暑假都要上课 很多家长直言 进私中 目标已经放在 大学的升学考试 我们其实不希望说 在考国中 甚至有些私下比试 或者变相比试 变相考试 都是变相的啦 来去录取孩子 这件事情 但是变成 因为他们还是要品质 家长都希望孩子 有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私中的报考人数 只会越来越多 也势必会让私中的门槛 越来越窄 TVB的新闻 于心海流军台北 采访不到 台湾的儿科医师人数 越来越少 现在卫福部打算提供 每个月一万块的补助 台湾少子化严重 直接冲击儿科医师生态 不愿投入儿科状况下 有些医院找不到住院医师 卫福部健保署 日前拍板儿科 加护病房 中重度病房 新生儿住院诊查费 等给付全数加成 预计支出3.38亿元 另外服务未满四岁同门诊 加几13% 最快五月上路 期盼能增加医师 投入儿科医院 因为少子化 造成新经的医师 考虑未来 他的这个病人的人数减少以外 另外就是因为 儿科医师呢 他在无论在药费 检验检查等等呢 他的给付 并没有特别的优渥 因此 在这种考量之下呢 新进的这个年轻医师 当然就比较不会考虑儿科这一条路 当初我们在儿科医学的时候 有提出来 就是说 是不是政府要考虑 健保大概就是有一块 专门保障给儿科 给小朋友的一个医疗照护 相对来说 可能在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 可能走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我想这是因为大环境还是有关系 据了解儿科不分次专科全部都在缺人 最惨的是年轻人不愿投入儿科 住院医师人力严重短缺 自身组织医师超过60岁 也要轮值夜班 住院医师缺乏的一个问题 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增加我们的住院医小药科 住院医师的每月增加1万元的薪资的补助 那这一点当然对这个 选择小药科训练的这个住院医师 其实也有一点诱因 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之下 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导致于儿科医师呢 在未来有可能产生血崩式的断层 因此呢 在这个除了照顾急重难症的 这个儿科病患之外呢 也希望政府考量95%的儿科病人呢 是属于一般的病症 也能够会给予着余补助 希望说可以在短期内先稳定 然后让我们的医疗行业 不要人才流失 增加医疗这个行业体系的人员 那中期的部分当然 像我们的儿科会是这个 少子化冲击的第一排 不止儿科医师缺教育层面 儿科教师似乎也有缺的迹象 关键在于少子化等各种考量因素 导致投入的意愿不大 儿科老师细心讲解 护理科学生们专心抄笔记 对于未来毕业后 投入医疗产业充满期待 学生在毕业后 从事儿科护理人员 然后未来走向儿科的护理专业学术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先兴的 非常的幸福的 至于现在在相关的儿科的 一个医护产业里面 相对的能力都非常的一个紧迫 目前儿科不论是医生 护理师都是蛮缺的 目前因为市场上这样的情况 造成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因为医院儿科开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学校端在实习的时候 的确有一些困难点 有鉴于最近儿科医师 以及儿科的医护人员 及教师的出现 我们希望未来 可以透过更多的产学合作 引进更多的业界师资 来弥补这部分的不足 希望在儿童健儿门诊 疫苗注射等等 有关国民健康的项目 政府也能够会与加成补助 另外又如落实分级的医疗计划 给予各个不同层级的医师或医院 充足的经费 少子化是趋势 不论是医疗或教育 应充分提出更好的诱因 别让人才流失 TVBS新闻何嘉阳 陈如环 蒋志伟 苗栗彰化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